本期话题 肾阴虚和肾阳虚的区别 张志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 主任医师 肾阴虚一般都发生在青年人 青年人他主要是表现为 比如像五辛烦热 包括有时候心慌气短 包括烦躁 有时候情绪低落 那么当然也会有 情绪减退 搏击功能战 肾阳虚主要中老年人比较多 那么他的主要的一个 表现比如像胃冷 怕寒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比较淡漠 那么可能比较乏力 那么也表现为 比如像性育减退 搏击减退 简单来说 我们从舌胎上来看 比如说肾阴虚 可能你舌胎就比较红 那么比如说肾阴虚 可能还有点 锯齿之旺的一些东西 老百姓说火气比较大 如果说肾阳虚的话 那舌胎就比较淡 可能有时候还点发白 比较薄一点 当然来说呢 这个我想可能 专业医生看得更准确一点 所以我们怀疑自己有肾虚的时候 还是要建议 一定要找中医大夫辩证论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